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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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佛一人智慧為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 前面我們已經學過了 這句經文是學佛的人所期望的終極的目標 就是最高的目標 無上正等正覺 大論裏面這句話說得很好 無上正等正覺,只有佛才正得 這句一人是指這個為次 這個為次,菩薩所正得的 即使等覺菩薩所正得的 都是稱為正等正覺 不能夠加無上這個字 無上這個字只有聖佛才能夠加上 這個是無上 實際上都是每一個眾生至聖裏面 本來具足的波藥智慧 這個波藥智慧就是無上正等正覺 現在我們的智慧變成了煩惱 所以經上時時說,煩惱即是菩提 這是真的 覺悟的時候 是自聖本具的波藥智慧 迷的時候 這個智慧就變了質 就變成煩惱 所以煩惱無量無邊 智慧也是無量無邊 佛看到我們迷失了自聖 非常可憐 佛與菩薩他們 特別是法身菩薩 法身菩薩 他亦成就了無上正等正覺 一般來說都是在同一個階層 同一個地位 都是以大悲心為根 而善巧方便幫助一切眾生 破迷開悟 尼苦得樂 本來我們居住的環境 實在是比極樂世界重要殊勝 長直江淨土 那裏是我們的老家 是我們的根本 學法 最後的目標 就是回歸上直江 正德妙國衛 妙國衛就是無上正等正覺 這一言是無比地屬性 我們繼續在下面看下去 惡道眾生 前根媚弱 伏多宿孽 奉佛力願力加備 攝受往生 爭彼土耳 適令成佛 此實阿彌陀佛如來 慈悲到極之無上正願 這裏說的是地獄的眾生 地獄眾生能成佛嗎? 可以 為甚麼呢? 我們可以說 一切眾生 阿賴耶裏面十八界的種子 通通聚足 種子就是因 遇到 遇到圓 他便起現行 如果 地獄眾生 阿賴耶裏面的佛種子 遇到佛圓 他當然就可以成佛 而且仲在一念之間 这就是我们能够相信的 可以接受到的 问题就是 它能不能够遇到这个圆 遇到圆的时候 它能不能够接受 关键就是这个地方 地狱众生 为何受这麽多苦呢? 地狱最满之后 还要到恶鬼畜生 那就是在地狱里面 虽然地狀菩萨在里面教化他们 除地狱菩萨之外 还有很多很多佛菩萨 众生有感 佛菩萨就有应 在里面关键的地方 就是它的缩业 所以它的善根药 药就是遇到佛远 它会当面错过了 问题就在这里了 好像这些事情 我们都有经验的 想想自己 这一生当中 遇到佛法的情况 就能够联想到地狱 和我们也差不多 我们从小 小过 遇到佛园 那时候在乡下 乡下的妇女 迷信 到庙里面去烧香 求平安 求保佑 我们小时候 我们小时候 跟着父母 亦上廟去烧香 日后 慢慢读书 在学校里面 受了一些教育 直到 这些只是宗教 是迷信 几年 学校教育 下来之后 我们再不相信 再不接触 它 为何呢 这个就是 宿业的影响 善根 微弱 就是这个意思 我这一生 如果不是遇到 方东美先生 怎样都不可能 去学佛的 我 在学校 读书 那些同学 老师 如果你 跟他说 我出了家 你跟他们说 没有一个人 会相信 的 连我自己 都没有办法 相信 不可能的事情 我跟方东美先生 学哲学 他是当代的一位 哲学 大家 在台湾是名教授 在国际上也是名教授 所以我学的是哲学 他跟我说的是哲学的概论 最后一个单元 他跟我说佛经的哲学 我感到很惊讶 他老人家把佛经的哲学 介绍给我的时候 他说 释迦牟尼佛 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 在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 我们怎样知道释迦牟尼佛是哲学家呢 这个哲学家口里肯定的 他说佛经哲学 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学佛的人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这句话很合听 很有誘惑的力量 我们从这一堂课后 将以前这个错误的观念 改正过来 逐字眼慢慢了解之后 我们也去行寺庙了 行寺庙不是去烧香 也不是去拜拜 也不是去参加他们的活动 到寺庙去找经书看 这个时候经书 外面不能买的 老师说给我听 佛经哲学 他说现代已经不在寺庙了 究竟在哪里呢 在经典里面 必须要找到经典才行 我说是好事情 这样便进入门了 进门之后 这个是真的 为什么呢 有了恭敬的心 这个是业障 如果没有恭敬的心 再好的老师指导你 你都得不到受用 你对他有怀疑 你对他不尊重 你便进入不了期门了 这个是印光大师的话 说得非常有道理 一分成敬 你就得一分利益 十分成敬 你就得十分的利益 你能够得到多少 完全是你对佛法的 成敬的程度 与老师没有什么大关系 就是这个成敬心 以后我们了解了 世出世间法都在成敬里面 对学的功课不尊敬 不重视 对教授的老师没有恭敬心 这个人肯定什么都学不到 这个就是此地讲的宿业和善根 我们能想象独到 诸佛菩萨都是慈悲到极处 全心全力在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破迷开悟尼苦得乐 这些都是他们的事业 永恒的事业 永远不改变的事业 一切是一切处 遇到众生 悲生就生起来 这些众生 如果他们的善根发现 他们愿意接受 他们就得益了 地狱众生也不例外 我们相信地狱众生 虽然造作不善的业 堕落地狱 过去生中 在佛里面 一定有相当长久的时间分集 所以阿赖耶的善根深厚 一遇到他便回头了 他便相信 在一念信心 便帮助他往生淨土 大多数 生在异乘边地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虽然有疑惑 肯听话 试试看 如果真有 那便占了便宜吗? 没有便算了 传这种生 生边地而成 它是真的生到极乐世界 不是假的 在极乐世界 亦有人帮助他修行 在极乐世界 亦有人帮助他修行 所以蒙佛愿力加備 这是第二愿 第一愿是说明 极乐世界 没有三恶道 换句话 就是 没有一个人有贪亲痴 贪亲痴是三恶道的原因 亦就是 贪亲痴万疑 这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全部都没有 是没有的 是没有恩 当然便没有缘 当然便没有这个果报 所以极乐世界 凡圣同居土里面 只有 仁天这两种果报 虽然是仁天的身份 虽然是仁天的身份 但亦要得到佛力的加持 具足阿维越智菩萨的待遇 具足阿维越智菩萨的待遇 跟阿维越智菩萨没有两样 这是无比的殊性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 一生当中决定成佛 只是时间早晚不同 只是时间早晚不同 一个早晚与个人的集气 有关系 与自己的宿业也有关系 所以有人勇猛精进 正果的时间便缩短了 比较上海苔懒散 他成佛的时间便会延长 但决定都是这一生 西方人寿命长 都是无量寿 所以他有足够的时间去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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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念佬下面这一句赞叹的话 黄念佬下面这一句赞叹的话 他说这个实实实在在是 阿弥陀佛如来 慈悲到极处的无上性缘 他有这一个缘 凌三恶度的众生都有机缘 往生不退成佛 我们看看下面的经文 调以从恶趣大业往生之众生 宿具恶业 凌三恶度 他如果遇不到佛法 在恶度里面 他受报的时间到了 他就会离开 离地狱度 离开地狱度 离开地狱度 大多数 去了恶鬼度 畜生度 亦有人到人度 到天度 总是如愿不同 有些时候 他遇到佛园 遇到佛寇 他没有到极乐世界 到天度 到人度 到人度 决定 决定 免不了 将来 还要到三恶度 这是无法避免的 所以说六道论会 出去是很难的 这些人 因为阿弥陀佛的愿力 加持 他到极乐世界去 往生极乐 不伏更多三途 故弱 不堕恶趣 这些人 纵然他们到了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些人 不是边地 他要是能够生在凡性同居土 下下品往生 这些身份 得违陀愿力的加持 就是阿慰愿智这一愿的加持 沙漠道里面 根据他有缘的众生 有感 他亦都游刑 他亦能化身到沙漠道去 帮助他们 去到他们 他会不会堕沙漠道 不会的 他从西方极乐世界 再到沙漠道 因为他是菩萨的身份 他是去度化众生 所以永远都不会在三图 下面 古龙树大是若 若人生彼国 忠不惰三趣 三趣就是三恶道 永远离开三图 这句话 我们要很细心地去体会 你才知道他的殊性 我们每一个人 三图的罪孽 很重的 这个三图 贪亲痴 我们经常说的时候 还要加两个 贪亲痴万疑 五毒 有没有 这个念头 时时起来 一天不知道起多少次 你就明白到 这三图的孽因多重 外面的缘 财色名食碎 贪亲痴万疑 是里面的根 阿拉耶里头的病毒 根 外面的缘 财色名食碎 当因根源一接触 你就做业了 就做三恶道的业 你说这些东西多可怕 起一个念头 做了一次 你一日起多少个念头 你做多少三恶道的业恩 我们冷静地思维就知道了 我一日念阿弥陀佛 这是做西方极乐世界的正业 时间少 恶的念头多 善的念头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念几句不见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忘记 恶的念头 就起来的时候 念念相续 你说这些东西多可怕 冷静地去思维去观察 才知道麻烦大了 尤其现在灾难在现前 社会动乱 生在这个世界有什么意思呢 牛鸾这个世界 就是不想出六度轮回 六度里面仁天都算好些 但是时间短暂 一百年这一坛子之间 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 你就了解了 不值得留恋 不值得留恋 得人生应该去修行 应该要超越六度轮回 世间好的事 只有一件 帮助众生破迷开悟 这一件事是真的好事 其他的好事 都出不了六度轮回 叫轮回业 只有念佛求生淨土 全心全力去念佛 有疑惑的 那便去听经 要读经 帮助你破迷生讯 你有疑惑 你的信心不足 帮助你断而生讯 信愿坚定了 经可以不念 经也可以不听 一心不念佛便可 如果还有疑惑 还不坚定 经教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没有经教便很容易堕落 自己把持不住 所以经教是佛菩萨给我们的一个座员 由善道大施药 乃至成佛 不力生死 此则横出于六趣意 新到西方极乐世界 决定成佛 决定不再堕三途 后面还有一段 由此章大怨 涉二殊性 一者 恶趣众生 亦得往生极乐 不服更多恶道 表 尼陀悲心无尽 道化无欲也 这个意思 我们能体会到 二者 凡往生者 释佳作佛 究竟菩提 这个梵门 只要你往生了 品位高下 没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 某亦大师 在《弥陀经》要解里面 告诉我们 这个是他自己说的 他希望 这一生当中 决定得生淨土 什么品位 下下品就够了 他就满足了 真的吗 真的 他是真的通 为什么 你上上品往生 你是阿慧玉知菩萨 下下品往生 亦都是阿慧玉知菩萨 西方极乐世界 是平等的世界 跟哪个平等 跟佛平等 跟阿弥陀佛平等 跟阿弥陀佛平等 看下面我们都能够看得到 这个令到我们对阿弥陀佛 真是佩服到五体投地 没有话好说 世出世间第一等的好人 我们到极乐世界 不让他差一点 跟他一样 连身体相貌都是一样 由此可见 违陀佛本心 念念 愿一切众生成佛 我们要学 实在世间人所以不能够成佛 所以天天在做业 他建造什么念头 希望我给任何一个人都好 其他人比我好一点 我就嫉妒他 嫉妒他 我就生烦恼了 五个念头如何成佛呢 这个念头如何成佛呢 这个念头如何成佛呢 恒同佛 恒同佛 以后这四个同 你就决定得生 真心就是这样的 你每日念不念佛都无所谓 自然感应道交 阿弥陀佛是什么心呢 念念希望一切众生 赶快成佛 还有冤家吗 还有对头吗 没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众生 本来就是佛 无论他犯了什么的过错 都是叫什么呢 一时迷惑 不是他的本性来的 一时颠倒 二气用事 不要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他不吃亏 我们自己吃亏 这是真理的 你要上通 所以真正念佛的人 真正求生往生的人 要怎样看法呢 将所有一切众生 都看成阿弥陀佛 感恩的心 真的是这样看法 不是我们应当这个看法错了 是真的 事实是这样 一点都不假 谁能做到 善财同子 做到了 你看华严经 善财同子一生成就 一生正得究竟圆满的佛果 他凭什么呢 就凭这些 帮助我的人 赞叹我的人 有因于我的念念不忘 是佛菩萨照顾我 毁破我的人 侮辱我的人 陷害我的人 亦都是佛菩萨 没有分别的 佛菩萨考试我 看看我会不会生烦恼 一生烦恼更应该感激 为什么呢 不合格 明明他对我有恩 我为什么还要恩相仇报呢 这不是很糊涂的吗 他探图这些身内的物 身内的物 身内的物都是假的 存在 我用他用都不是一样吗 为什么还去计较 全是一场空 所以感恩的心 要从这里生起来 每一个都不感恩 我们这一生才能够圆满成就 所以起心动念 想想阿弥陀佛 会不会起这个念头 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 真理只是迷误 迷而不觉 这就叫做业 叫轮回业 觉而不迷 这个就是往生之道 学乎的人 还有看不顺眼的人 还有看不顺眼的事 那就错了 真是大错特错了 学乎的人 样样欢喜 我们过去试日说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陷害我的也是好事 我考试通过了 我没有将他放在心上 我没有怨恨 没有烦恼 还是一样的喜乐 法气充满 对 考试通过了 要感谢考试的人 考试不合格 也要感谢考试的人 不合格 为什麽呢 我更加要用功 我这一关没有通过 合格了 我感谢他 这一关通过了 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 你说你多快乐 你多幸福 早年老师将佛法教给我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是最高的享受 永远感恩 永远欢喜 永远自在 永远自在 所以这个要学 念念圆一切众生成佛 你的怨恨心就化解了 你的愿恨心就化解了 你的怨恨感恩 烦脑就消除了 而此愿既已成就 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成佛 成佛就是法基愿的原本 都兑现了俗证 弥陀智慧功德 威神力用不可示意 这是真的 将烦恼集气 全部都变成智慧功德 自己得到了成就的清淨平等国 无上的清淨平等国 自利 又能够利他 念念 念众生成佛就是利他 自利利他 以威神利用不可示意 末云 末后说 得是愿乃作佛 發言说 我得到这个愿 那便成佛 不得是愿不取 无上正等正觉 无上正等正觉 表此愿成就 我方成佛 我是法葬菩萨 我方成佛 若此愿不成 我终不成佛 故若不取无上正觉 以下各愿简为不取正觉 是简单了 这个地方 说这一句 是不取无上正等正觉 到以后 每一个愿文后面 就势不取正觉 就势不取正觉 文句愿简单愿容易受持 我们看下面 第二章经文 他这章是24月48 将五种圆液 本里面的意思 通通到圆满 摄取 是无遗留的 我们读第二章 第二章有三个愿 我作佛事 十方世界所有众生 凌生我擦 皆具 紫墨真金色相 三十二种 大丈夫相 端正正结 色痛一类 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 不取正觉 我们在前面透露 这些消息 就在这里看到 平等世界 十方世界 没有的 第一章 身色金色愿 就是佳句 紫墨真金色身 第二章 三十二相愿 端正正结 以下 身无差别愿 这三个愿 我们没有任何延迟 能够赞叹到的 让我们看到了 感恩不尽 十方诸佛 刹土里面没有的 特别是对于六道众生来说 生到极乐世界 下下品往生 通通巨足 这还得了吗 生到边地 经常说得很清楚 边地就是因为你有疑惑往生 信生并不坚定 这个疑要断掉 立即便入品 这是下品下生 这便入品 入品 第二个愿所说的 你通通巨足 遗生 边地移成的时候最长 五百年 是我们人间的五百年 是最长的 他一定断而生信 所以有些人在边地很快 几日便回头 我们平时要多听经 多读众 无量寿经 利益功德很大 为何 他能够增长我们的信心 从而我们将来生到边地 很快便可以回头 这部经没有白听 没有白读 它会起作用 我们看 王老居士的注解 此章 具三愿 这个第二章里面 具三愿 十方世界 所有众生 令生我擦 皆具 紫墨真金色身 四十八愿 我们算总数 这个是第三愿 四十八愿第三愿 真色金色愿 没有说凡性同居土 代外 没有说这个 没有说凡性同居土 下下品在外 这是跟你说明 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通通都是 紫墨真金色身 没有例外的 下面为我们解释 真金色者 改为如来之身色 善道大师药 诸佛欲显尚住不变之上 自顾现黄金色 五金 金银铁石 五金 其余四种都很容易接受到氧化的颜色改变了 只要黄金 只要黄金不会 所以 人家把黄金看得很贵重 就是这个意思 黄金的颜色永远不会变 使用这个意思 所以 佛言的相 它就是 以这个相 永恒不变的 日溪法师说 此标中到实相式 永远不会变的 有表法的意思 表中到的实相 今此大愿 欲令一切往生之人 同佛身上皆真金色 就是从体质上面说 金刚不坏身 是从子质上说 下一愿是从相貌上来说 都是一样的 此显生佛不易 真实平等 就是他方世界 不平等 我们这个地球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里 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凡性同居土 佛虽然居实报土 它示现在我们人间 三十以上八十总好 跟我们的人不平等 我们跟释迦牟尼佛的体质不一样 相貌亦都不一样 它比我们殊胜多了 但在极乐世界 找不到一个人 跟阿弥陀佛的相 是有不同的 找不到 全部都是一个相 一样的身体 一样的相 一样的身体 我们初学的时候 便会疑惑 到这个地方 我们便不认得其他人 哪个才是阿弥陀佛 哪个是往生的人 不就不懂 这一点不用担心 到了这个地方 因为佛力的加持 你都是阿慧月子菩萨 你清清楚楚 明明寥寥 哪个是佛 哪个是观世音菩萨 哪个是你认识的同参道友 都要知道 绝对不会认错 所以我们现在自古以来 亦都有这个 画西方极乐世界变相图 画这个相貌都不同 跟这个48圈是不相应的 佛的相画得特别大 特别高 往生的人都相是少少 这是错误的 既落世界的年花化生 年花一开 人生一出来 这个相就跟阿弥陀佛一样 故会疏弱 事故愿然我各人民 唇一金色 无有好恶 大家一样的 给我平等 情绝为信 这个意思说得很好 阿弥陀佛为何要做这个事宴呢 你便想一想 他想十方世界去考察 去参观访问 这个一切诸佛策土里面 取长写短 这个众生的身体 相貌有差别 引起很多麻烦 相貌好的 就供高我慢 相貌被人及的 就嫉妒障碍 这个也不是生烦恶吗 所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你大业往生 你的烦恶永远生不起你 为什么 他没有这个缘 到极乐世界 大家相貌都一样 你亦都不去选 都不可以选 大家都平等 所以 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这个心 永远保持清静平等觉 这些是阿弥陀佛的真实智慧 真实的利益 如果你生到其他地方的话 肯定有这些外缘 勇引你起这个烦恼集气 世方极乐世界没有的 回疏之说 正显 中度 实相之义 你看这个地方 不能够不去的 你还会去到哪些地方呢 有这些外缘 不同的缘 他就让你做业的 只有极乐世界 只有极乐世界没有办法做业 体质一样 再看相貌 看下这段 讲相貌 三十二种大丈夫相 三十二种大丈夫相 这一句就是一个缘 三十二上缘 国中天人 这个是说明 凡性同居土 仅是三十二种大丈夫相 鲜是三十二种大丈夫相 有名三十二大人相 簡稱三十二相 似三十二相不限於佛 轉輪聖旺逆皆似相 西家牟利佛 為我們介紹西方祭樂世界 有很多地方 仍是相當保守的 徐信這個世間眾生的常識 為甚麼? 要說真話的你就不相信 跟你說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你就相信了 為甚麼?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這個世間有 哪個有? 轉輪聖旺有 復佛大 所以上是復佛 上好是復佛 《智道論》八十八 卷裏面有說 為佛現此大人相者 因隨此間厭浮提中 天足各人所說 到處現三十二相 這個說得非常好 佛本離上 而現相者 而現相者 信世間 習俗故 要跟你說真的 但經常有說 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身有無量上 上有無量好 你生到西方極樂世界才知道 他這個地方 無比殊性的 各種天人都是這個上 各上的身是無量上 上有無量好的 不止三十二 跟你說真話 確確實實 沒有人能夠相比的 在十方世界 佛的相 菩薩的相 聖文的相 仁天相 都有差別 是不相同的 唯獨西方極樂世界 體質相同 相貌相同 既然世尊 是隨遇眾生 常識來說 下面也簡單介紹一下 由法界似下 由法界似下 下是下卷 如來應化之體 此 言此三十二相 言此三十二相 以表法身眾得願極 使見者愛敬 知有聖德可崇 人天天中尊 眾聖之王 故為現三十二相 我們同學 應該都要知道 諸佛佛菩薩 包括阿羅漢 應化在這個世間 不補筆是行順眾生 除喜功德 靈驗會上佛所說 除眾生心應所知良 這三十二相 是應眾生心的所知良 身有無量上上有無量好 眾生聽不到 所以 用眾生平常這個知見 心目當中所嚮往 我們要舉足哪些好相 在相書裏面都有記載 要用這個方法 來哄眾生的喜愛 來言這個相 就好像法華經 裏面世尊誘導眾生 讓他們接受大乘 但他們不願意 所以他們舉三車 你喜歡小車 告訴你 門口那邊地方有洋車 有很多人歡喜 有洋車 一個人可以坐 拉一個人的 又告訴你 外面有綠車 有很多 大家都喜歡 結果出門之後 只有馬尺 最大的尺 洋車 六尺 都沒有 全都是馬尺 全都是大尺 就是佛一種 有道眾生的善巧方便 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給你講三十二相 大丈夫相 聽了之後 非常歡喜 到極樂世界去 比這個殊聖好多了 你才是真正生喜 大歡喜心 這裏有一句是表發的 這句很重要 表發身 眾德 圓極 圓滿到極處 身有無量上 上有無量好 史見者愛極 為甚麼呢 圓得圓滿 顯示了出來 就是這樣說 無恥無名的雜氣都斷乾淨了 雜氣無斷 這個相 言不言呢 言 雜氣無斷 術在在說的話 明心見性 見性成佛的時候 這個相就出來了 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總好 是時常講 身有無量上 上有無量好 這個相現出來了 現出來的時候 是很清澈的程度差一些 好像十柱菩薩這個相 無量上好 跟十柱菩薩比 十行菩薩清楚 十柱菩薩就差一些 十行菩薩 跟十回向菩薩比 又差一些 十回向菩薩 跟十地菩薩比 又差一些 那是甚麼呢 就是他無名雜氣 沒有斷 其實通通都有 不是沒有的 全都有 到等國的時候 圓滿現出來 妙國衛的時候 就沒有 妙國衛回歸至聖 所以等國衛是最圓滿的 妙國衛的時候 凡所有上皆是虛妄 這個相亦都沒有 回歸至聖 這部經裡 三種真實 叫真實之祭 那就是回歸至聖 你看我們 迷是從自聖迷的 一念不覺 自聖變成阿拉耶 到了最後 入到妙國的時候 又回歸自聖 好像是很大的一個巡迴 以後還會不會有這個循環呢 這個問題 靈驗會上 富留那遵者 替我們問出來了 石家物理法 告訴我們 不會再迷了 我們能夠相信嗎 能 因為 這個圈都走過了 從夢裡醒過來 都走過了 到走過的時候 你都有經驗 不會再迷 知道他是一些什麼事情 沒有經驗的時候 就很苦 不是的時候 是不知不覺 起心動念 做業受報 所以是搞實法界 搞論會 搞沙漠道 回歸自聖之後 再不會了 對於 編法界 虛空界裏面 還有一些未回頭的人 很多 智聖 至聖起庸 亦就是 妙覺 究竟佛 祂起庸 哪個地方有感 哪個地方有形 他連實報莊艷土也有形 實報圖裏面有感 他就在那邊形 什麼地方有感 什麼地方有形 什麼地方有形 感應道教這件事情 實際上來說 就在當下 因為他沒有時間 他沒有空間 沒有時間 沒有先後 沒有空間 沒有距離 就是當下 這些全部都是事實 來的 我們看下面 三實以上 簡單地解釋 三藏法數 48 三藏法數 現在的貨本很多 协數都不一樣 我用的三藏法數 這個貨本 是528协 他這個地方是說48語 我們現在用的是528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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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這裏還說得很詳細 我們將它來讀一讀 一個 竹 竹 按平常 就是 竹底 我們的腳底 沒有 凹柱 竹是平的 我們可以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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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地方複俗都不一樣 印度人說 這是好相 我們現禮當兵不要它 所以 古人這個註解 註得非常好 是印度的習慾 他們認為這是好相 第二是千福倫相 這是一個 竹下有倫形者 在這裏講的是 文 好像我們的指紋一樣 我們的手指都有指紋 佛的腳下面有倫相 叫做千福倫相 這個是比較少見的 第三是 手指 簽長相 手指細長的 這個是好相 第四個是 手足柔軟相 手足柔軟相 這個 我們中國人也是一樣 這個是貴相 確實是 富貴的人 你和他握手 他的手好像棉花那樣軟 確實不是一樣的 第五是 手足漫相 這個是 很少見到 手掌 腳掌指頭當中 有萬 就好像我們看到 鵝鴨 你看他 手指當中 它是連著的 它是萬連著的 第五是 第六 竹筋滿足上 這個筋是竹種 總圓滿 無粒柱 我們一般人 沒有 這樣的 圓滿的相 第七是 第八是 足負高好上 足是腳背 我们打坐叫做家父座, 盘腿叫做家父座, 这个是脚背, 足背高起而圆满者。 第八戏, 岁如鹿皇上, 岁如鹿皇上, 是我们说小腿, 小腿是, 小腿确实是鹿的腿, 鹿跑得很快, 所以它的脚很健康, 所以你看到鹿的小腿确实是圆圆满满的, 是一种健康的一个上, 第九, 手过膝上, 随手过膝, 手长, 我们一般人手没有那么长, 但是我们看到猴子的手长, 这是一个好上, 第十, 马阴藏上, 佛之南根, 密藏体内, 如马阴也。 第十一, 身中, 港上, 就是身高, 跟这个头竹之高, 与将两手之长相齐者。 这个我们两手张开, 这个长度, 跟佛的身高是一样的。 第十二, 无孔, 生清晰上, 一一无孔, 生清晰之无, 而不集乱。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汗毛, 大概印度人的汗毛比我们多, 我们的中国人的汗毛是少一点的, 你看外国人的汗毛都很长, 蓝色都很深, 通常我们看到是灰黑色的多, 青色的比较少见, 清晰的是, 第十三, 身无上非上, 他的身体, 就是我们所说的汗毛, 他的尖端右旋向上。 第十四, 身金色上, 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 身如黄金色。 第十五, 常光一像上, 身放光明, 四面确一像。 实际上, 这些光, 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叫做气, 连气功的人, 他就知道了, 他能够看出人的气, 在佛法叫做光, 大小不同, 颜色亦不同, 通常看这些气, 能够看到身体健康的状况, 而且是很准确的。 我看到, 这个光确实是有的。 我们现在, 因为深浮气躁, 集念太多, 看不到, 这个能力失掉了。 但是, 小孩子能够看到, 小孩天真, 他没有其他集念, 他看到。 随着年纪慢慢长大, 他网念多了, 他就看不到。 这个是现在小孩、 小孩跟以前一样, 从小孩子, 应该在八、九岁的时候, 还能够看到这些, 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 现在的小孩子, 我们三岁就不行了, 为何? 在一天看电视, 电视将它扰乱了, 将它的本能扰乱了。 第十六, 皮肤细滑上, 这个我们很容易明白的。 十七, 七处平满上, 这个七处是两足, 两掌, 手掌, 两肩跟头顶, 这七处平满, 没有缺陷的。 十八, 两翼满上, 翼下充满, 我们的翼下都是凹进去的。 佛在这个地方, 它是圆满的。 十九, 身于狮子上, 身体平静。 威备严肃, 威备严肃, 威备是说容貌举子。 她的生活, 这个生活当中一些动态, 如狮子王。 这个狮子, 我们亦都比较少见, 但是, 在电视上的动物器官, 就可以时时看得到。 第二十, 身端直上, 身形端正, 无虞曲者。 虞曲是像, 彎腰驼背, 这样的相, 他没有。 二十一, 肩圆满上, 两肩圆满, 而风寓者。 肩旁圆满, 很丰满的意思。 第二十二, 四十尺上, 巨触, 四十, 火牙齿。 我们一般人, 牙齿三十六只, 四十只牙是贵上。 第二十三, 齿白, 齐密相。 不单止牙齿有四十只, 而且, 这些牙齿都很坚固, 是白色的, 整齐。 二十四, 四牙白正相, 就是讲门牙。 上下, 上下, 这四只, 大牙, 半牙。 二十五, 甲车, 鱼, 獅子上。 这是讲两颗, 这两边封门。 好像獅子, 好像宾桑一样, 封门。 二十六, 宴中, 遵律得尚未尚。 佛的咽喉中, 时时有律益凡食物, 因之得尚未。 这个我们能够理解到的。 所以, 佛陀, 当年在外面, 托拨, 别人给他什么吃, 他吃什么, 决定没有讲究。 而且, 他们真是一个平等的六和团体。 托拨, 不是说, 托拨是分, 好像分小组那样, 到每个街道, 横行里面去托拨。 你看, 这么大的一个团体, 1255人, 我相信分很多小队, 每一个人去托拨。 托回来的一起吃, 回来的时候, 它是混合在一起。 真正是所谓, 一搏千家饭。 所以, 它是平等的。 你托到的东西菜不错, 他托到的东西不好吃, 大家都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 我们相信佛陀加持。 佛陀一加持的时候, 味道必都变在尚尾, 景随心转。 所以, 它有这种能力。 第十七, 港长舌上, 舌港而长, 柔软細薄, 展之, 执覆面, 而至于法戒者。 佛的舌头, 港长舌上。 它的舌头伸出来, 又薄, 又小, 能将面遮住。 这个相, 这里没有讲恩, 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每一个相都有恩。 所以, 在经里面, 有讲到, 菩萨修行正果, 要成佛之前, 要用了一百劫的时间, 去收相好。 为何? 相好是收福报, 没有福报, 人家不喜欢你, 你去帮助别人, 别人不接受, 不予以自受, 所以要收福报。 亦都是给我们一个启示, 希望我们都能够福慰相收。 如果你是收福, 不收慰, 这是凡夫。 收慰, 不收福, 你不能够到众生。 我看过曾国梵一篇文章, 给他朋友的一封信, 感叹当时, 誓封日下。 他举出很多人, 甚至读书的人, 依旧贪图名利, 不是真心为国为民, 都是为了自己的名文利养, 非常感慨。 他们做大官, 在高的位置, 有丰厚的俸禄, 推卸责任, 不肯真正替人民办事。 真正遇到好人, 这个好人的地位很低碑, 而且多半都是没有什么人缘的, 人家不用他, 所以他一生都是尿堵, 最后怨恨而死的很多。 他对这些事情非常感慨, 那些学佛的人要知道。 为什么好人不得到好报呢? 他有智慧, 他没有福报。 所谓是, 在去生中, 修为不修福。 他应当受这个果报。 这些做高官的人, 他并没有真正爱国爱民的心, 居起这个高位。 这是人家修福, 没有修为。 他的福很大。 我们很清楚了解事实的真相。 所以, 遇到佛, 你便可以了。 真的, 你便可以圆满满。 这些福不足, 福会补出来的。 为不足, 为亦都会补出来的。 遇到佛法, 统统都圆满。 但是圆满。 你看, 释迦牟尼佛。 如果他不出家, 他便是国王。 说明, 他的福报有多大。 虽然他出家教学, 你看他时时跟着的弟子, 还有1255个人。 这是随时跟着他的, 不常跟着的临时来的。 我估计不会少过3000人。 因为大了一个团体, 就是福报了。 得到社会大众的恭敬赞叹。 每个人都是好学生。 接着, 释迦牟尼佛也是福慰相收的。 他们接受世尊的教诲。 然后他们又转转教导其他人。 四面八方去教学。 所以福慰相收。 这就是说明, 福和慰, 我们都要重视。 佛尤其是重视收福。 我们在初学的时候跟着李老师。 李老师教导我们的时候, 亦都是吩咐我们, 决定不要疏忽了收福。 如果没有福报, 他老人家说得很清楚。 你为有了。 讲经讲到天花论序。 但是这样又怎样呢? 没有人听。 那是什么呢? 没有福报。 没有人缘。 所以是要非常重视。 时时叮嘱我们要结发完。 要收福。 我们这些学生都很穷的。 收入都很微薄。 怎样去收法呢? 老师很善巧。 老师每一个星期讲经两次。 一次在图书馆, 一次在联社。 教我们这些学生, 讲经的学生, 二十多个人。 老师讲经这个日, 我们这些人做接待。 接待就是收福。 在门口站住, 欢迎大家来。 接引大家, 和他们安排座位, 送经书。 他说, 如果你有一点零钱, 买一些花生米, 一个人送一粒, 小糖果, 那都是收福。 都是结结缘。 我们从这些地方学到。 所以以后, 法元殊圣, 愿结愿讲。 要真干才行。 佛教给我们不要职财, 职财丧道。 那有才呢? 有才就要施。 十方离,十方去。 这个效果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畜生。 越畜生就越要多做。 不做就不行了。 最好是什么方法呢? 我一生是学印钢大师。 印钢大师一生, 十方供养他, 他做一件事情, 法布施。 你看, 他将人家供养他的钱, 建立了一间红化社。 红化社就像一个佛经流通处, 他自己可以出版。 在这个时候, 他自己买了一套机器, 这是原字排版, 还要有工人, 有排版的工人, 有校对的, 有编辑的, 他搞了这个在书店这样, 自己来印。 印得非常好。 红化社, 这个版, 自大, 清楚, 纸装, 装定都很好, 很讲究。 你看这些书都很欢喜, 初字很少。 初字少, 这就叫善本了。 所以我们最近的善本, 可以是红化社能够担当得起的, 这些善本书。 所以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学老和尚, 老和尚一生就做这些事情。 遇到有灾难, 老和尚也去赈灾, 钱从印经款项里面, 撥一些出来。 所以, 印经, 印诵, 善书为主。 他一生不搞其他的, 没有建字庙, 住在别人的道场, 就做这件事情了。 我觉得非常好, 散心, 一丝毫牵挂都没有。 将佛法流通到全世界, 这是很不容易的事。 现在我们可以做到这些事情比较多, 我们可以做电视, 可以做网络, 可以做光碟, 亦都可以印书。 这个都是同样性质的。 令到越多的人, 认识佛法, 了解佛法, 学习佛法。 在佛法里面, 得到殊性的成就。 这是无量功德的好事情。 功仰多, 我便印大书。 前年, 我请到商务印书馆, 他们重刊四库传书。 我订了一百套。 这一套今年出齐了。 书都运到香港这边来, 我们送了十套去澳洲, 亦都送了十套去马来西亚, 亦都送了十套给印尼。 日本亦都会送几套。 其余的, 想送给大陆各个大学。 上个星期, 世界书局, 亦都来找我。 他们有意思, 想再版四库会耀。 我听到很欢喜。 这本书比全书更好, 比全书的价值更高。 乾隆皇帝当年篇这套书, 是保存中国的图书, 让它不至于散失。 这个用意是非常好。 这个时候都是手抄, 手写的。 全书一共有七套, 分藏在七个地方。 现在全书, 由于战乱, 全书只剩下三套半。 有一套是不齐的, 残废了。 有三套是完整的。 而会耀呢, 是被皇帝自己看的。 所以全书里面, 当时对于清朝不利的这些文字, 他都将它删掉。 但是会耀呢, 里头没有删到。 会耀是被皇帝看的, 不是被内人看的。 而会耀只有两套。 皇帝书房里面有一套。 另外一套在袁明院。 袁明院被英法联军毁掉。 他只剩下这一套。 这一套现在在台湾。 他们就根据这一套照相影印。 上一次他们初版的时候, 我买了大概有六十多套。 中共出版了是两百套。 我和他们买了近六十套。 是他们的老主顾。 所以现在他们来找我, 想再版。 我说好, 我也带用他。 我替他买多一百套。 真好。 所以这个价值比全书更高。 分量只有全书的三分之一。 精装五百冊。 传书就多了。 传书就多了。 传书就一千五百冊。 所以它是传书的三分之一。 公养我多了。 传书就多了。 传书就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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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有同修送到我这里来。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送来。 群书自耀。 我在这里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书是唐太宗下令编辑的。 我们知道唐太宗十六岁。 他父亲起义。 平定了。 当时动乱的社会。 以后就做了皇帝。 做皇帝就想到 如何去治理这个国家呢? 一定要找一些 这些过去历代帝王治国的资料。 这些资料删在四副传书里面。 当然这个时候没有四副传书。 我们今天用四副传书大家都很明白。 荆史子杂雷头。 他就下令吴己毅精。 这个唐朝非常有名的大臣。 让他来主篇。 把过去的经书。 史子。 经史子。 这三样里面。 关于治国。 收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这些文字。 将他全部抄下来。 编成一本书。 他们一共用了好像六十多种。 在六十多种的书里头。 这些书都在四副里面。 从这些书里抄下来。 总共好像有五十多万字。 非常之好。 这个书编成之后。 唐大宗日日去读。 手不离卷。 精官之治。 这一部书。 这一部书的贡献非常之大。 太好了。 那就是唐朝的时候。 做官的人一定要读的。 所以我想到这一部书。 因为。 政治。 跟自家。 自家自觉。 正如今所说的企业。 当企业的老板。 你要治理你的事业。 公司。 这是做领导人一定要懂得的。 所以我同学将这本书送给我。 我一看非常欢喜。 这书是文学初年印的。 八十年前。 八十年前的书。 我打开来一看,好像没有人看过。 干干净净净。 我亦交给世界书局。 我说你给我印三千套。 我拿来做什么?做礼物。 送给谁? 送给从政的人。 是做官的。 是公司做老板的。 我送给他们。 我将他们来做礼物。 我当时立即上到。 我会送给共产党。 送给国民党。 送民进党。 好事情。 好事情。 这个印得越多越好。 自治居居。 都是非常珍宝。 所以应该要去读。 包括我们平时做人基本的得行。 通通举足。 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要想中国传统文化复兴。 因为读这本书。 就等于经史子里面六十多种书。 你都读过。 来带动你去看四部传书的兴趣。 还有一种。 我当年得到第一部回要的时候。 我看到很欢喜。 就想到能不能够将回要里头。 将精华的好东西摘录出来。 将它编成一本书。 所以我就有这样的念头了。 我找到我弟弟。 在大陆。 找到这些退休的。 教国文的这些老师。 找到三、四个人。 请他们从这里回要里面。 去看回要。 回要当时我送给复旦大学有一套。 上海有两套。 上海复旦大学有一套。 上海一套书馆有一套。 我送了两套。 去看折录下来。 以后我看到。 折录得不是很理想。 所以就不了了之了。 到最近的时候, 天天还要想这件事情。 没有想到商务任务书馆在开馆的时候。 这是清朝末年。 我都未出世。 他们已经编了一套叫做 各学字要。 这个字要不是正字。 是字学。 各学字要。 一共是这么厚的一冊八本。 内容是四副。 策既都写了一层。 策旅里有策。 这是写的四副。 这部传书太理想了,我看到了,非常欢喜 这个是民国1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 我看看能不能够找到这个原本 找到原本,我也想大量去翻译,赠送给学校图书馆 这就是四父徒孙的精华,精华录很有价值 他这个份量比群书字要更多,份量多,书字要多 所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 我时时讲,方法就是真正要有有心人,一心有志于学 不要提升官,不要想发财才能够做到,明利心重 这些事情是不能做得成功,明利心要很淡薄 我们一生在这个世界,能吃得饱,穿得暖,有个屋可以避风便很快乐 这种人便可以做得成功 他便能够精正道道,为古性计绝学,为天下开太平 这是性言事业,一生乐此不倦 那要怎样呢?先要收得行 得行,我们经常说是要四个根 要将遗子规,感应篇,十字面道,沙微律义做到 认真学习,身体力行 再能够背诵200篇古文 认真学习,文字障碍就没有了 四副,你可以看到,文字障碍没有,要时拿到了 大藏经的要时拿到了 你可以看大藏经,看四副船书,文字没有障碍 你要能够下十年,二十年的功夫 学愚,中国第一大愚出来 要学到,成神成先,学佛成佛 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肯定达到 中国兴旺了 汤恩比博士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和大家说是中国人文化的世纪 这个一定要明白 中国文化不但能够救自己国家民族 能够救全世界 全世界都需要的 这是根据我最近 近十年的经验 我接触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 很多不同国家的领袖 介绍中国传统文化 没有一个不欢喜的 都能够接受 这个很难得 我们要珍惜 要努力 要真正法愿 来到这个世界做一件大事 最终不要忘记念佛求生正土 成佛 到极乐世界去成佛 下面第二十八 凡音心软上 凡是清静的意思 就是佛的音声清静 音声能力软民 不需要用抗音器 很远都能够听得清楚 有这个一个好相 也能够让我们想到 世尊当年在世 没有现在先进的科技 没有这个抗音设备 尤其在郊外 讲经的时候 多半在树林河边 三千人 讲话能够叫人人都听到 这个我们怀疑 读到这个相好 我们就明白了 他的音声 和我们凡夫不同 能够软民 而眼色如金清相 这个是眼睛的相 这个是金清 第三十位 眼睫如牛皇上 眼无殊性 好像牛的眼眸 那么长 很长 很清楚 很整齐 它一点都不会乱 就是三十一 眉间白蚝相 实际上 它不是一个猪 它是两根白蚝盘旋在眉的当中 这个右船 还放肝 佛士士 在这地方白蚝放肝 第三十二是顶城玉吉相 我们看到佛像 这个佛像 前面顶上有一伙红色的 这个就是玉吉 亦叫无见顶上 《灵验经》里面说得很清楚 有很多有神通的人 想飞在佛的顶上 看看佛的头顶 看不到的 它放肝 它放肝 你看不到佛的头顶 所以叫做无见顶上 广世施药 以此缘故众生生者 皆具诸相 笔假修得 你看 菩萨成佛要收 要用一百劫的时间去收福 才有这三十以上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太好处了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可以报德 他就举足了 他不用去收 他就举足了 举足这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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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花开后 还是花开前呢? 有人问 到底是花开前 举足 还是花开后呢? 答 不待花开 是生得固 这个是真的是举足 你在花包里头 花还未开的时候 这个相 就统统举足 我们在这里透过一个讯息给大家 不止三十以上 身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三十以上 是佛的方便说 到极乐世界 你才发现 无比禁殊性 你会感谢释迦牟尼佛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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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